大家好我是屏幕妹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使用 iPad Pro的时候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不可或缺的配件 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Logitech 逻辑 Combo Touch 键盘保护壳 以及这个MX Anywhere 3 无线行动滑鼠 说到这个iPad Pro 去年2021年改版之后加入了这个M1 晶片用起来真的越来越像一台电脑了 而且今年2022估计也快要推出新的iPad Pro 我们也看到 iPadOS也陆续加入了很多多工啊 甚至多视窗的这种功能 我们在测试iPadOS 16的内部影片里面 就有讲过说即将推出了这个 目前调度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内部影片 这些功能都让iPad的活用程度 跟生产力又大大增加了 不过蛮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人都希望 可以把iPad Pro拿来当笔电使用 今天要介绍的Logitech Combo Touch 就是可以让iPad Pro 随时依照我自己的需求 在平板跟笔电的形态之间 切换的一款键盘保护壳 Combo Touch它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这个键盘的地方 第二个是这个保护壳 那它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的键盘是可拆式的 给大家示范一下 当你想要把iPad Pro 从笔电的形态 转变成平板的时候 你就直接这样把它拉开 然后你要接回去的时候 就稍微 其实也不用什么对准 因为它的实际力非常的强 它会自己去找那个对准的点 那你拆开之后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摆在旁边 然后就开始用你的平板 这样子 它第二个选择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反向 然后对接之后 把它收到后面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平板保护壳 那拆开之后 它这个保护壳的背板 其实是可以当成一个支架的 大家看到 你想要停留在任何角度都可以 像是这样子非常平的角度 或者是你想要让它立着追距都可以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画画的话 我就可以用这样子一个 比较平的角度放在桌面上 或者是如果我今天要追距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稍微立起来 那Combo Touch它的外层 全部都是用这种黑白相间的 编织布要所覆盖的 那我觉得重点就是它非常的耐脏 我平常用iPhone Pro 就是非常喜欢它的便利性 比如说带出门 可能放在咖啡厅的桌上 或是放在包包里面 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弄脏 所以我后来都学乖了 尽量挑这种产品的时候 都会挑深色的 就算要清理 它这个外表其实也是非常好清的 那讲到外表 我还想要提到另外一个 就是我觉得它的做工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切边 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像是边角这种接痕的地方 就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是非常细心的 在处理它的外表的 尤其是节键盘的这一块布料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大重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其他种的 它这一块布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你在打字的时候它是会乱跑的 但是这一款我用过它不会 因为它的布料非常的耐 所以你在打字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稳固 它不会乱动 那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它侧边开孔的部分 像上面这边 它就留了一个 可以给Apple Pencil吸住的地方 因为这边要充电 然后这个开孔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充电器 它其实是有做加款的 因为有一些充电头 它可能比较粗什么的 所以这边都接的进去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在买保护的时候 会看的重点就是 它有没有高过我的镜头 因为平常我们要放在桌上什么的时候 可能就会怕它去磨到 但是它是有高过镜头的 然后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它的包边 其实包的非常的好很密合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摔到iPad的话 真会哭死 那说到iPad用的键盘 就不得不提到苹果 它们自己有出Magic Keyboard 但是让很多人非常犹豫的点 就是Magic Keyboard它的价格真的太贵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 一台11寸的iPro要25000 但是Magic Keyboard就快要1万块 就已经是iPad本身快要1分之1的价格 那网络上有些评论会说 Magic Keyboard它的键盘比较豪大 但是我觉得Combo Type它真的没有输 而且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键盘的渐程 它这个键盘厚度只有17毫米 但是打起来不会有那种在打平面的感觉 而且是有回馈感的那种按键 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它的声音非常好听 就会有一种脆脆的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键盘非常贴心的地方 就是它提供了一整排的快捷键 那这个部分是原厂Magic Keyboard它没有的 那我自己最常用而且最喜欢的应该是右上角的这个锁定画面的按键 就是你按一下它就可以关萤幕 除了关萤幕之外它还可以直接解锁萤幕 大家看到这个Face ID它是可以直接横向解锁的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现在去买MacBook你是没有Face ID的喔 就是如果你想要有这种感觉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iPad Pro 你可以直接用Face ID解锁 然后另外很棒的就是这个键盘它会自己发背光 大家看到现在它就是会亮亮的这样子 然后它有16段可以直接在这个快捷键这边调整 当然你要调整萤幕的亮度也是OK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比较基本 像是控制音乐的下一首上一首啊 还有音量大小 我自己很常用的应该就是这个静音键吧 就是有时候你在开会 或是不想打扰到别人的时候 就可以很快的去按这个静音键 然后呢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键盘它是有附一个触控板的 我觉得这个触控板真的是灵魂人物般的存在 因为它有支援多点触控手势 多点触控手势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你不只一只手指头可以去滑动 你还可以两只啊三只去执行不同的手势 这一点在任何苹果系统里面都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吧 所以如果你是原本没有接触过触控板的人的话呢 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它的手势 像是两指啊或是多指的这个指令 上手之后呢真的会用起来顺很多 因为想当初我自己从Windows转过来的时候 一拆起来觉得说触控板怎么那么难用 但是习惯之后呢真的加分很多 那讲到这边呢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发现 这个键盘它的供电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 到底是要充电呢还是要电池什么的 那其实COMBO TARCHS的键盘呢 它是由iPad本身来供电的哦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我iPad Pro拆下 它的背面其实有这三个点点叫做Smart Connector 它的中文叫做充影接点技术 那它这个技术呢不只可以帮我们的键盘供电 而且它可以直接连接键盘不用另外设定蓝牙或是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呢你今天这样子装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用这个键盘 它完全不用设定蓝牙或是任何的东西 那这个键盘最后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平常想要把它拿来当平板用的时候 这个键盘就显得非常的多余 你就是直接把它反过来 接上去之后呢这样就可以收起来了 而且在收起来这个状态下 它的键盘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就是不用怕说你键盘断丢然后还要另外收起来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这个点 那平常我在工作室工作或是外出打稿的时候 我还会搭配这个Logitech他们家的滑鼠 这一台是MX Anywhere 3 那我觉得他们家滑鼠的重点精华 就在这个自定键 侧边的这两个按钮 那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搭配他们自家的软体叫做Logit Options Plus 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App去设定不同的功能键 例如说我自己平常在电脑上面用Final Card Pro剪片的时候呢 我这两个按键一个会设定成剪断 另外一个设定成删除 然后搭配它这个超滑顺的滚轮呢 目前这些是我在工作上面必备 而且我觉得很好用的功能 大家想说我怎么iPad Pro跟电脑用同一有滑鼠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切换装置呢 你可以利用他们的Flow技术共用滑鼠 那这个技术可以在电脑间无缝接轨 那这个部分跟切换装置不一样 你今天切换装置其实也非常快速 就是在滑鼠的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你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切换装置了 但是今天这个Flow呢 它是滑鼠滑过去就可以直接使用 而且还可以直接传档案哦 非常的神 还有就是我自从用Logitech他们的滑鼠之后 我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滑鼠垫 今天带这支滑鼠出门呢 在任何的表面上面使用像是咖啡厅的玻璃桌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有时候甚至一些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滑鼠的表面 竟然就都可以用欸 最后呢必须要说自从我用了Combo Touch之后 我觉得它真的有把iPad Pro秒变MacBook 而且还是有Face ID 然后搭载M1晶片的MacBook 然后再加上现在即将要上线的这个目前调度功能 我真的觉得iPad它的功能性大增 不管今天是要搜集资料或是做报告 你就直接多视窗开起来 那现在呢在这个官网上面购买Combo Touch 还有这个MX Anywhere 3还有优惠哦 那连结的部分呢 我会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iPad Pro的配件就分享到这边 大家觉得如何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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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